到這裏 我們就做另一件事 我解解給你聽 首先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當這個Ball Instance 製造出來的時候 記住,它的名字叫Ball Instance 其實它是一個模型的物體 在Program存在的 就不像我們一些 譬如iMac、Mouse、Keyboard這些 當我用Class製造出來,它會馬上看到 在寫Program的世界 很多時候我們所謂的Object 其實是看不到的,模型的 我們要透過一些方法 才叫它顯示出來 就是譬如 它有類別的功能 這些Ball呢 如果我不停地Create,Create,Create 我不找東西載著它 其實我最後叫不回它出來 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裡有個Ball嘛 我剛才一邊走,對不對 我這樣Cre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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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我現在突然想叫第一個Ball Instance 大哥,個個都叫Ball Instance 都不知誰打誰,亂了龍 明白嗎? 所以我下一個動作就教大家 這些Ball Instance 就是透過這個Ball Create出來的一個Object 我們可以用Array來載著它 很棒的 我們上去最頂這裡 假設我們要開一個float 是一個Array的float 就是載很多個float 那你就會float一個中括號 是吧? 然後改一個名字 然後跟著怎樣呢? 就是New Float 是不是? 我忘記了 就是 然後打個數 10件 是吧? 類似這樣 這個就是開Array的方法 就是float的Array的開的方法 如果開個Ball呢 就是Ball呢 一樣的嘛 只不過呢 就是這裡不用Float的DataType 是用我們那個Class的名字 我自己設計的 明白嗎? 你出去吧 那麼呢 而呢 這裡呢 也可以叫做New Ball 不過當然啦 這個叫New Ball 可以叫All Balls 你叫Balls 都可以的 沒所謂的 明白嗎? 因為我之前寫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用了New Ball 記得這個New Ball呢 都不太好 名字用得 不如改改它 不如它又不知道有沒有 finally replace 應該呢 就叫做 Balls 因為它坐著很多個Ball 是吧? 那我們就把New Ball 轉回Balls 好一點 那你會容易點明白 沒有了 看看能不能重新 Same 我都改了一點點了 段call 這個if是不小的 可以啦 弄到了 那我現在叫做Balls 那就容易點理解 因為array是會載著很多顆球 是不是?array 所以叫Balls 就認到它了 好嗎? 那跟著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呢 當我們呢 按Mouse Press的時候 當然我們建立了個Ball 是不是? 我們就不用立即Display它 為什麼呢? 因為我按Mouse Press 按了一下之後 我要製造個Ball 然後把Ball塞落這個array裡面 然後我們透過Draw這個功能 Draw它出來 因為我們有很多個Ball的 是不是? 那我要呢 每次Redraw Redraw 所以一定呢 就要這樣做 放入個array先 那所以呢 你就要跟著 跟它說 你就說啦 當我建立了個Ball instance之後 當然啦 你可以又不叫Ball instance 你叫Ball都可以的 明白嗎? 這個名字是任你叫的 你自己改的 你生了那件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自己叫它什麼名字都可以的 那我就說啦 Balls的array 是等於什麼呢? 這個呢 就有點難理解的 就是呢 告訴它是一個Ball array的type 然後呢叫Append Append的意思呢 就是說 塞一些東西進去的意思 那這裡呢 我做錯了 不是10的 一開波呢 是0件東西的 即是說呢 這個boss這個array 裡面是空的 沒有東西的 一件東西都沒有 明白嗎? 但是這個Append 括括這個功能來的 這個function 它呢就可以將一些東西 譬如這個波呢 塞進去 變成一件 再塞兩件 再塞三件 那你就可以透過Ball 中括好打01234 就找到不同的波了 那這個Append呢 就怎樣寫法呢? 前面呢就要寫回 你那個array 的名字 後面呢就告訴你 你想塞什麼進去 我是想塞這個進去這裏 明白嗎? 這個想塞它進去這裏 而它是一個波的 DataType 即是它要知道DataType 是否很壞 所以這裏用一個括號 括著打DataType 因為你Append呢 它又不可以沒有括號 不過這句呢 你死記了 如果我想塞一件東西 進去這個boss那裏 塞什麼呢? 如果想塞個boss 那句就這樣寫的了 boss是等於 塞東西進去boss那裏 然後放進這裏 那這一句一走就很有趣的了 我現在run給你看了 沒東西看的 看著吧 現在呢我已經有個叫boss的array 不過藏了在後面 你看不到這個program的東西 當我按一下mouse press的時候 它就會create一個boss出來 然後再把boss塞到這個array那裏 現在array裏面有一個item 就是有個boss了 再click有兩個boss 再click有三個boss 不過你也不知道 那怎麼知道呢 是不是呢 我們這樣做 我們試試用printl 然後叫它print 剛才教過你的length boss.length boss.length 它就會數一下有幾件東西 來print出來 一開波是沒有東西的 零件東西的 但是當我按一下的時候 它就是一件東西了 就是說array裏面有一個boss 有兩個boss 有三個boss 有四個boss 有五個boss 有六個boss 這樣就證明我每次都塞到這個boss 記住 還要這六個boss 每個boss的xy position 還有顏色和radius 都是不同的 那一刻才厲害 是不是呢 那我們呢 這樣塞了下去之後呢 那跟著呢 就可以怎麼做呢 就可以 試一試用這個 看看可不可以 draw它出來 一次過 首先background是 不用這句 cut出來而已 cut它出來 那我們就有個for loop 是吧 這個for loop 很有趣的 就是 開個integer 記住是第幾顆boss i 是吧 z等於零 通常都不會寫的 如果沒什麼特別 如果i 還是小過 這裡記住是寫boss.link 知不知道 然後i++ 為什麼呢 聽住了 這個for loop draw東西的時候 記住了 就是它每次都會洗了之前的東西 踩新東西的 所以它每次都會先 draw一個白色 先洗走前面的東西 然後這個for loop 就是因應 你這個boss的array 究竟有多少顆boss 而決定它loop多少次 我再說一次 如果這個boss裡面 有10顆boss了 已經透過mouse press 建立了10顆boss 這個for loop 就要loop10次 把10個boss 都display了出來 明白嗎 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boss只有5件 這個for loop就loop5次 只是show5件 所以 你就要開波 把i set 做0 然後正當 正當 正當 i 還是小過boss的 總長度 我如果有5個boss boss stoplink 就是5的了 如果i還是小過5的話 我就loop了 然後加1 再將i加1 是吧 然後再重複 這個我就不再解多一次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boss有多少件 在array裡面 我這個for loop 走的時候 就會loop多少次 這個for loop 記住了 是0.01秒 就會一次 這個loop 就全部了 好了 我就只是跟他說 就是每次loop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有了那群boss 有了數值了 我就說 bossi . 叫它display出來給我看 這個bossi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都說過了 這個for loop 如果有5個boss 它就會loop5次 loop5次的時候 loop第1次i等於0 第2次等於1 第3次等於2 第4次 如此類推 所以呢 它每次loop的時候 它都會在這個boss裡面的array 逐粒逐粒 找回它出來 然後叫那顆東西自己display自己 明白嗎 那display的時候就會 畫出來 這樣的話 理論上 一開波 記住了 一開波 因為boss是等於0 是吧 就是array空白 for i是等於0 如果i是小過0 0是不是小過0 就不是小過0 所以一開波 是什麼都不做 這個for loop是不會做事的 為什麼 因為你的波是0 而這個link是0 i是0 0不是小過0 就什麼差都不做 不過當你按一下 它就會有一個boss 現在這個boss的array 就會有一顆boss 那顆boss的闊度就是這個 顏色就是露露地色 位置就是這個位 這個位 它有小數值 所以當它不停地loop 現在它不停地畫 又畫過白色 又畫過綠色 又畫過白色 又畫過綠色 為什麼呢 因為它想先畫一個白色 然後因為它發覺到一個boss 所以這個for loop loop一次 loop哪個 就是波零 就是第一顆波 為什麼叫它display出來 它就透過這個功能顯示出來 當你刷第二下的時候 因為我刷了第二下 現在這個波的array 就有兩件東西 這個for loop 就會loop兩次 畫個白色 先插走所有東西 然後畫那兩顆波出來 又再畫個白色 又再畫那兩顆波出來 為什麼那兩顆波會長期留在這裡 是因為我存在array那裡 而它for loop loop回所有東西出來 每次都是這樣做 那你就一路就可以 建立很多個波了 這個呢 就是我們學了 Create個class 剛剛剛才學會用class 製造個object 就是這個 這個是製造object 是不是 然後我們呢 今次就學了 怎樣把object塞進去array那裏 令到我draw的時候 可以batch batch 不是變成batch 一系列一系列的重新數 重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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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就是這個做的東西 我們一會兒會再加多一點點東西 不要弄到這條片那麼長